输出最高分是谁 最低最高分是几分 然后是谁 这边的话 我有把画面其实放在云端上面 基本上写的方法前面当然也有 本来是输出是这样子 就是总分平均 就这么简单 当然如果说未来你报表的栏位 会需要要求更多的话 你就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变出来 所以后面的话会需要做出 最高分是谁 然后是几分 然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要把它抓出来 那为了要得到这个讯息的话 恐怕你要做几件事情 那直觉第一个会想到 那我一定要先怎么样 刚刚我们是从BCD四个栏位 append的 所以没有把A栏也加进来 那没有A栏你就找不到名字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增加一个串列 就是姓名的串列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因为我要需要判断说哪一个是最高分 国分英文数学 所以可能我会需要有一个栏位 一个变数 就是放什么 放哪一个是最高分 把最高分留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说 有一个变数是放最高分的 那个人是谁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可能会需要有三个变数 然后分别不同栏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 我可能除了有BCD 我可能要有个A吧 把那个谁的名字记下来 那一样的方法就是append它 所以把那个B栏上面在跑回圈的时候一样 这个地方把它变成零 不过记得不用转型 因为名字部分你不能把它转型 因为它本来就自串了 你把它转型之后它反而会有错误 所以第一个这样把它改一下 把它放A栏 所以ABCD都有了 接下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国文谁最高分 所以这边的话我要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话我想到了 当然第一个我可能需要有个变数 叫我取一个名称也需要Bmax 就是最高分的 它的分数预设值等于零 然后当它预设值零 如果说这个成绩比这个分数高的话 我把它留下来 所以写法的话 if什么呢 if我找到的这个分数 这个分数假如大于什么 大于现在这个变数的话 那我就把它留下来 大于它 然后冒号 我就把那个东西留下来 放哪里 放在Bmax里面 它预设值是零 如果它比较高的话 我就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成绩给留下来 其实我习惯是很直觉的 因为它其实也是蛮直觉的 只是我都按Ctrl键 反正就是这样搬来搬去 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的话 那实际上我还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B的那个栏位的名字 也许叫Name好了 B name 预设值等于空的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那这个B name的话 把那个B name的名字叫什么 把它放进来 当然它跟国文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其实就等于什么 它这个 国文在第二个栏位 那当然名字的话是第一栏 所以Index呢 其实就把这个资料搬过来 一样的位置的第0就可以了 前一栏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写什么 只是一个逻辑判断 那国文就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国文OK 把这个地方最后print着 国文最高分就是B max 它的姓名就是B name 这样OK了 那其他的话C怎么办 一样 其实你复制贴改一下C 那D怎么办 一样复制改D就好了 所以我把它签国文OK的话 那理论上 英文跟数学都差不多 看一下 是不是最高分 是 刘晓华 出来了 是不是80分 看一下 眼见为凭 80分 没错 为什么 因为反正它0分 它最高分比一下 它就只会留下那个最高分 并且把刘晓华资料 这边放进去 显示出来 OK 看得懂的意思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其他栏位的话 一样的方法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能要有什么 C max等于0 D max等于0 不过一般习惯是可能Ctrl C 那你可能要换下一行 贴上 这边改成C 再改成D 不过我去教各位一个方法 其实如果像这样 他们初始始都0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你就把这个 放到这边来 这边不用 这样就可以了 串串串一起 Python是允许这样的 OK 因为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的习惯是太多行 我就觉得很心烦 一定要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D的话怎么做 一样把这个 复制一个 这边改成D OK Name的话一样 所以你就是可以把 这个B name 复制过来把它改成C name 然后再复制过来 把它改成D name 我都是按Ctrl键 这还蛮方便的 这样子OK 不过 这边多一个等 OK 特别注意 可是问题串列可不可以 特别注意 串列不行 串列因为它里面不是只有单一个值 它是很多值 所以我试过 你如果要把串列串在一起 你们查查看 我印象中是不行 如果你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它好像会出错 串列好像是不支援这样的方法 你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它好像我印象中好像会出错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觉得写起来 你会发现就少三行了 感觉应该会更棒 执行看看 我印象中不行 它不接受 有没有 应该是这里 这边错了 上面这个可不可以 印象中是不行 它这个好像是太 它不行这样 所以我把它恢复好了 所以Ctrl Z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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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这边的话 少一个等号 那其他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 剩下就是把那个B的部分做完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再来就是C 那C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把B这一串 把它复制下来 那改什么 其实就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C 然后它的位置的话 就是第二 等于是第三缆的意思 那这边一样 把这个index改一下 那这边一样是 这个的话 就固定都是 对应的都一定是第一缆 就是姓名的部分 所以这个不用改 这个不改 然后D的话 一样 就是把这边一样 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边稍微改一下 应该看到我在做什么 只是说 可能我比较快的大概做过 第三 那这边也第三 其他的话 大概就把它稍微改一下 输出的话 你就分别怎么样 把这边分别在 在底下在国文最 国文最高分是谁 是几分是谁 然后那再来的话 英文最高分 再来就数学最高分 这样就大功告成 最后check一下 因为写神诗的话 可能也不能够 OK好 我想应该大致上没问题 让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结果有不OK呢 没有问题 可以 大家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知道吧 OK 但是其实各位会发现 其实逻辑判断 这边是OK的 可是其实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 其实有 用什么呢 其实这边有一个max 在python里面有已经隐含了一个 叫max的函数 其实你干脆就用max就可以取得 可是name的话怎么取得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一招 因为如果你不会第二招的话 这个绝对比较简单 逻辑也比较写得出来 来试一下 请各位